2019年7月12号 此季成立首监防备災教育中心 2019年适逢921地震满20周年 莫拉克風災满10周年 此季定位为防災教育年 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加带大量总续 地化地区 新保抗盘 社区的资源怎么去应用 加强防災观念 此季在苗栗园区 成立首监防备災教育中心 本日正式启用 启用当天 此季在园区同步与气象局 签订防震災气象运用 及教育推广和作备忘录 中央气象局能够提供 此季最即时 最update的这个资讯 推广资料的应用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宣导 此季这边也提供 很好的一个机会 让气象局能够固建一些观测站 防备災教育中心 共设置四处场馆 内容包括灾害静态步展 动态体验互动 运作模拟 以及实境体验 展映各种防备災功能 看这个箱都已经经过 好 就装进去 四个箱子跟着我上飞机 直接到辽国 马上我们就车子 再运到现场 我人到东西也到 马上装起来 206年7月12号 福建尼伯特风灾关怀 尼伯特台风7月9号 登陆中国大陆 福建省上万间房屋倒塌 数十人死亡 至少40万人紧急避难 台风重创福建 其中闽清县 永泰县 莆田市 列为三大重灾区 本日志工进入灾区勘灾 调查物资需求 采买换洗衣物生活用品 除了物资发放 在永泰县的清凉镇 至宫成立热食供应站 服务1783人次 从7月12号到24号 志工动员1130人次 投入勘灾发放 共帮助537户 2014年7月12号 此季雪龙分会 在吉隆坡金司堂 首度举办 教育助养补助金颁发典礼 祝福第一 感恩 教育助养补助金 受助对象为小学二年级 到大学先修班的学生 符合成绩中上 家庭遭遇经济困境等条件 可获得半年定期补助 志工举办重养家剧 透过温馨互动 除了作为鼓励 另外也安排人文课程 提升受助学生品格 可以学到一些礼貌 和一些道德价值观 从教育助养补助金开办以来 共计帮助5615人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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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